那我們要來進行今天的直播啦 今天的直播呢是我們的渲染第二顆 那我們渲染使用的是Blender的引擎 用EV 它是可以即時渲染出來的 就是我可以按下去 可能在幾秒內 不用算到幾分鐘幾十分鐘就可以算出來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當你要算成影片的時候 你累積的秒數 通常影片的一格大概是24格到30格左右 那更高的就是大家自己以此類推 那假設要算1秒的影片 我們就至少需要算到24張的圖片 那假設我們一張圖片就可以省下10秒 我們算24張就省下240秒 那這樣省下來的時間呢 大家就可以去做更多其他的事 然後也不用等待這麼久 假設你要算更長那就要更久 所以我們用了這個Blender 能夠即時運算引擎 叫做EV 好那上一節課呢 我們教的是如何算 就是 靜態的比較靜態 然後一樣是有一段時間的這種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轉一圈的影片 好那轉一圈的影片呢 我們可以開到 我之前有做過的 其他的影片 好那像這樣子的影片 他會在這邊轉一圈 我們可以看到模型的各個視角 那其中要在Brandon裡面設定 需要經過一些步驟 好那我們今天要來教學這個部分 首先打開我們上一次的檔案 大家還記得怎麼操作嗎 好我先把上次的tips拉進來 我們直接在上面的材質呢 點選這個可以渲染到像是算圖完成一樣的效果 好切成這個 然後我們可以按下空白鍵做播放 那這個時候我們攝影機什麼的都是沒有動的 好 好那即上次的匯入之後 我們在這邊把這些影格啊什麼都清空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在這上面來做操作 我們這次呢主要會看到的是下面這一排 叫做時間軸的地方 時間軸呢它裡面包含了影格的時間軸 任何的時間軸 攝影機燈光 所有的旋轉角度 都是可以看到的 好那我們首先 需要點選到我們有表演動作的地方 我們隨便點一個這裡 好這是眾多部件的其中一個 我們點了一個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它 這邊有一格一格黃色的這個點 每一個點代表是一個影格 那假設它這邊到這邊是延續下來的 那它就會是中間這樣拉長的形態 好那我們需要一次看到所有的影格的話 因為這邊每一個都是分開嘛 你可以看到這裡的名字寫的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那我們要一次看到呢 我們就要利用這邊的樹狀圖的功能 我們在最上面這個 這個root global 就是所有的最上層 當我們移動它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會被移動 好我們在這邊按右鍵 我們選擇它整個樹狀圖的東西 所以叫select hierarchy 好按下去 這些所有每一個東西都被選起來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東西 因為它有包含轉檔過來的一些控制器 好 那當我們看到這個數據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它的動作延長 好假設呢 我們想要它更長 我們就可以把它複製更長 好那我們現在先把攝影機設定好 我們讓我們的攝影機 看起來是轉著它一圈的 但是我們背景不想動 好所以呢 其實實際上不會是攝影機動 我們轉的呢 會是人 好 好 切到這裡 root global 那不是點其他的喔 點其他的你會動到其他的東西 像你可能點的是這個手 你動的就會是這個手 好所以這邊不要動 我們點最下面這個 還記得上一次我們把這邊的影格清掉了嗎 清掉之後我們就可以在這上面做文章囉 那我們在這邊首先把這個 的軸向 你可以往下看這邊有一個下拉選單 這邊的軸向呢 改成XYZ 那照順序喔是XYZ 原始的這個它用的用途是在另外一方面的用途 那這個目前 大家可能比較不會用得到 我們直接把它改成XYZ 它就會變成我們傳統常見的 這個 XYZ的軸向 好 我們首先回到第0格 然後呢 我們在這邊可以直接拖拉這個Z軸 或是直接在這邊視覺上的拖拉都OK 你會看到右邊會同時跟著動 好 那我們就可以先快速的讓它轉一圈的效果 好我們在這邊 我們假設現在的角度 因為現在角度剛剛好可能面向鏡頭嘛 我們就讓它一開始是這樣 我們右鍵 然後insert一個keyframe insert的意思就是 我把這個影格的資訊記錄下來 我們insert 你看這三格會不會同時被記錄下來 然後呢我們可以直接在最後 最後一個48 現在可以先不用管 因為之後都可以調 48 然後我們可以直接 加360 喔 加360 假設你這邊是中文輸入的話 就會像剛剛那樣子 會出現兩倍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切成英文 或是英文鍵盤都可以 加360 那這邊 在這邊任何的一個數值呢 都是可以當作計算機來使用的 那我們要轉一圈的話就是360 那我們再加上原本的數值 所以我們直接讓它幫我們算 原本7.93 加上360 等於368 好我們一樣在這邊記錄下來這個點資訊 insert一個keyframe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按播放 好 那它現在播放呢 頭尾沒有接的這麼順 因為它轉圈的速率不太一樣 假設我們要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裡的動作曲線呢 是先慢慢然後加速到這邊再慢慢平緩下來 這個俗稱就是insert 好我們不要這樣子做 我們希望它看起來能夠無縫銜接 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好 那我們就需要在這邊按下T 你可以按下快捷鍵T 然後把我們的曲線呢 設成linear 好我們切到另外一個視角來看 這邊是可以切換視窗的 那大家可以不用切換 就直接照著我說的做就可以了 好 在剛剛那邊一樣可以 我們一樣按T 然後把現在的曲線呢 改成linear 它就會是線性的 它從頭到尾的速度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樣子 你在轉到最後跟轉到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不會發現它的蹤跡 好那現在 現在我覺得它轉的速度太快了 我希望讓大家能夠好好的 看到這隻 模型 的各個角度的細節 所以它不能轉那麼快 那 所以我們需要把它的速度 可能放慢 那放慢的時候 這個有一個小Pable 就是 假設你想要它頭尾銜接 那勢必 它最 頭 最尾 跟最頭 的動作要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我在播的時候 我就不會發現是從哪裡開始播嘛 所以以此類推 我們的影格數量 要跟 我們動作表演的數量 是倍數的 好我們在這邊 一樣 右鍵 選擇所有的 樹狀圖 底下的東西 然後呢 我們選擇頭尾 我們用框選的方式 從頭選到尾 然後呢 我們去掉 第一格 那為什麼要去掉這格 是因為 我們的最後一格跟前面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直接複製那邊就好 不然呢 你要複製的時候 你會是這樣子 然後 要去壓掉它 那我們省去這個步驟 我們直接不選它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按Shift D 往後移 好我們滾人往後啦 往後移 好這樣子 這樣就是兩次 然後我們一樣 再Shift D 往後移 然後呢 剛剛好貼近 差一格 所以這樣頭尾呢 從這裡到這裡 都是一樣的 然後假設我們要4次 我們可以 再往後移 4次 好這個時候我們按播放 你會發現 它只有播到這裡 就是一開始48的位置 所以我們現在呢 要把我們的 終點 射到 現在這個192的位置 我們可以直接在這邊輸入 或是呢 我拉到後面好了 假設我們要輸入到207 或是呢 我們可以直接 把游標放在這 游標尺放在這 然後呢 在這邊 按下 在Playback這邊按下 Set and Frame 好或是直接在這邊輸入 都可以 那因為這邊 預設原廠是沒有快捷鍵的 所以 大家可以先這樣操作就好 好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 它總共 這個動作 循環了4次 但是我們旋轉的動作呢 並沒有4次 所以呢 我們要做一下處理 剛是從這裡 到這裡 轉一圈嘛 那我們現在呢 要讓它動作4次 才會轉完一圈 所以我們一樣 把它拉到最後 然後我們再按一次播放 然後它是慢慢的轉 這樣子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 整個的細節 然後呢 我們一樣可以點攝影機 然後我們稍稍的往後拉 一點點 因為呢 我發現它 尾巴在轉的時候 有一點點超出了畫面的範圍 好 那我現在按播放 一點點 然後這個再拉 一點 拉一點點 來看怎樣比較不會吃到 好這樣 這樣比較沒有吃到 好這樣我們就算出了一個360度的影片 好 應該說做完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看到這裡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有沒有哪些地方看起來怪怪的 好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的眼睛的地方 眼睛的地方 原本 可能會 所以 說不定有微微發光 假設你的東西有發光的話呢 你要來到右邊這個面板 然後來到下面這個 材質球的地方 然後選擇 然後 它的表面 那當然我剛剛是故意收起來了 好 你可以看到這邊呢 往下拉到最下面 你可以看到一個 emission emission 它在英文裡面代表的是那種 散射發散 發光的概念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 把這邊改很強 那你的東西就會發光了 因為它 預設的那些圖啊都弄好了 那目前沒有 所以就先這樣子就好了 好 這邊記得存檔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跟 之前的方法一樣 在這邊 上面 除了這個以外 這個不算 除了這個是 算圖的設定 這個是輸出的設定 好 你快速放在上面久一點 Output 我們來到這邊 設定我們輸出的東西 那這邊叫做 有 因為360度影片嘛 我們就輸出叫360 然後呢 壓縮格式 這邊選 FFMPEG Videos 然後再來是MPEG4 就是MP4的格式 那其他呢 就照原始的設定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這邊 就可以做輸出 存檔 然後做一下輸出 噔噔 好可以看到它這個 渲染的速度 那我們就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喝杯水 上個廁所 等一下回來它就好了 假設你直接中斷的話是沒有關係的喔 假設你中斷它就會是從一開始到這裡的一個 那你當然不能強制關閉 強制關閉那個檔就壞掉 你最好是中斷 會比較好 那假設你的影片呢真的很長很長 你不希望你一個中斷就把它損毀的話 那建議你有幾個做法 第一個是你算成的是JPG 或是PNG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方法你可能 這個可能沒這麼好 但是你可以分成 呃 不同段 可能是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 然後你再去剪接的地方把它剪接起來 然後我們等一下呢會在Blender裡面 幫它做剪接 OK OK 好 那我們現在輸出完了 輸出完之後我們來進行我們的第二部分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剛剛輸出的影片 本集的教學已經結束 歡迎拿起手機掃描QR Code 或點擊下方說明欄連結 加入我們星球討論群 或是台灣的Sandbox創作者協會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